盘点新中国12位外交部长 他们有的硬钢美国 有的怒对日本 舌战恶国 所向披靡 一周恩来 新中国建国初期 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动荡不安 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我国虎视眈眈 拒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 甚至对我国 采取外交孤立 封锁政策 这个时期 我国急需一位 杰出的外交专家 帮着新中国 处理国际事务争端 随后这个单子 便落到了周总理身上 周总理年校时 曾在法国留学 他此身掌握英语 法语 等多门外语 一直以来 都负责外务关系 由他来担任外交部长 是最合适的选择 1953年 周总理提出了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这一原则 将其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 这一原则的出台 是新中国在建国初期 便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 广泛支持 1954年 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 出席日内瓦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 他折战16国阵营 在朝鲜问题 以及恢复印度支那 和平等问题上 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赢得了与会 各个国家的尊重 他杰出的外交表现 让等着看中国效忽的 美国人彻底败下阵来 万龙会议时期 周总理三次力挽狂澜 成功比开了29个 亚非拉国家 之间存在的分歧 绕过了美国势力 有意设置的陷阱 提出 求同存异方针 赢得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在周总理担任 外交部长的几年时间中 中国外交 成功突破了外交封锁 争取到了多个亚非拉国家的 支持与援助 就连美国人艾登 都称赞他说 我一生搞外交工作 周恩来 是我遇到的最杰出的外交家 二 陈毅 周总理既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又兼任外交部部长 工作实在过于繁重 出于这样的考虑 中国中央决定 由陈毅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陈老总早年 同周总理一样 在法国留学 自1954年起 与周总理一起 参加外事访问活动 学习处理外交事宜 是当之无愧的 外交部长接班人 周总理外交 是温文尔雅的风格 用个人魅力 赢得国际尊重 而陈老总外交 是软硬兼施 让人从心里感到兴赔 1959年 苏联的赫鲁晓夫 曾对我国内政 指手画脚 甚至妄图插手 台湾问题的解决 面对老大哥的不讲理 陈毅直接拍桌子说道 你想的不对 我们就不听你的 我们是两个党在谈问题 毛主席对于陈毅的果断 瑞士日内瓦会议期间 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 取得了极大的外交胜利 再一次展现了 我国的大国风采 美国时代周刊 曾以陈毅作为封面人物 将他比作 中国外交的一头猛虎 三 姬彭飞 姬彭飞是我国第一批将军大使 同时也是我国第一批驻外大使 在他担任外交部长 这一职位时 已经62岁了 但他仍旧在这个岗位上 兢兢业业的工作 为我国外交事业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彼时我国和美国日本的关系 正处于缓和阶段 姬彭飞也曾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多次与美国国务卿 进行激烈交锋 美国又在此期间 多次与我国玩文字游戏 在建交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不甚明朗 然而姬彭飞 每次都能识破美方设下的陷阱 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 一定是在承认 只有一个中国和建交的基础之上 美国外交官 哪一个也不是他的对手 同时姬彭飞也直接主持了 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主要阶段的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 姬彭飞原来是一名医生 毛主席还曾打拘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道 你有病请他去治 姬彭飞在作为外交官谈判的时候 却不同日本人看玩笑 而是据理力争 将所有问题摊开了谈 从不给他们窜空子的机会 最终他促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会谈的圆满成功 四 乔冠华 在我国第一批外交官中 乔冠华当属佼者 他早年曾赴日本留学 随后又到德国进修 结果众多引起轰动的国际评论文章 就连毛主席都曾夸赞他 一篇文章足足能够顶上两个坦克师 1971年 星际阁秘密访华 面对这位老友对于中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习外仪式的质疑 乔冠华就已经显示出了 胜券在握的自信 几天之后 乔冠华由毛主席任命为 中国代表团团长 开赴联合国 并见证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习委 这一历史性的一幕 随后乔冠华在联合国发表讲话 整整45分钟逻辑缜密 富有力量的发言 博得了满堂彩 那一年 乔冠华自信的笑容 登上了纽约时报 美国人评论 他的笑声震碎了一时大厅的玻璃 他将中国人的自信 儒雅的形象 深深镌刻在了 每一个外国人的心中 5.黄华 黄华曾是周总理身边的德力干将 将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中国外交事业 早在建国之后 他却先后在加拿 埃及 加拿大 非洲等多国 担任驻华大使 对于外交事务很是熟悉 此后 黄华又成为了 金极格秘密访华的鸡蛋人之一 同时 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在他接任乔冠华 成为外交部长之后 极力促成了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 而在改革开放之初 黄华也曾多次率领中国代表团 参加国际会议 向国际社会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2010年黄华同志逝世 纽约时报还用了极大的篇幅来称赞他 6.吴学千 在黄华同志任职到期后 外交部部长一职 由吴学千接任 早在1882年 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之前 他就长期负责 非洲及西亚地区的工作 在多年外交工作开展期间 他同非洲各个国家的不同政党 进行深度交流 与各党发展友好关系 为中国与非洲各国的交往 开拓了新局面 在20世纪70年代末 吴学千又率中国代表团 访问非洲十国 推动我国外交事业 得以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 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 这两大主题 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我国热爱和平的大国形象 推动我国与其他各国 一起加深联络 同时 吴学千在台湾问题上 也始终保持着正确判断 他会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极大贡献 7.钱启琛 钱启琛可谓是新中国外交的 泰斗级人物 将半生心血 都投注在了外交事业上 自1955年开始 钱启琛就在中国 驻苏联大使馆内任职 为中苏关系 付出了相当突出的梦见 虽然此后 中苏关系 因国际形势的变化 一再交捂 钱启琛依旧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 为我国争取利益 维护我国的形象 从未更改年少时的初心 苏联解体之后 钱启琛努力推进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为中国争取到了 俄罗斯这个有利伙伴 在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 正是中美关系的博弈级 面对美国的不怀好意 钱启琛始终保持着 不卑不亢的态度 带领外交部 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与此同时 钱启琛还极力促成 中印复交和中韩建交事宜 努力打破 美国对我国的封锁 此外 在20世纪末期 钱启琛为香港 澳门的回归 做出了重大努力 他建立了外交发言人制度 同时撰解了外交实际 打开了中国外交的 全新线盒 8.唐嘉玄 1998年 10年60岁的唐嘉玄 成为了新一任外交部部长 此前 他一直负责我国 与日本的外交事务 先后担任中日有协理事 驻日本使馆阿尔密 伊米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当职 他和日本外交官打交道 一打就是半辈子 在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后 他率领中国代表团 到各国访问 多次参加国际重要会议 进行我国开放 包容 倡导和平有爱的大国形象 1999年5月8日 美国轰炸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 三名中国记者当场牺牲 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唐嘉玄 对此感到异常愤怒 全程参与此事的解决 也令美国道歉 赔偿 2001年 中美发生撞击事件 中国飞行员王伟不幸牺牲 唐嘉玄同样敏锐地将此事 判定为重大外交事件 在面对美国外交官时 始冲跑时不卑不亢 据理力争的态度 要求美国道歉 这位身处世纪之小的外交官 在我国的外交一线上 奉献奋斗了多年 9 李兆兴 在外国媒体眼中 李兆兴是完完全全地 为中国注意者 他用多年的外交职业生涯 极力地印证了一句话 那就是 在外交场上 中国人绝不软弱 1999年 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遭到了美国的轰炸 时任驻美大使的李兆兴 在听闻此敲戏后拍钟而起 连发几篇报道 对美国政府提出批评 彼是我国正在与美国商谈 加入WTO时宜 中美关系正直微妙之心 走错一步 便会落得全盘结束 然而李兆兴 却不因此对美国有所惧怕 反而与美国政客唇枪折战 要求他们严肃道歉 美国政客妄图用错误 一次掩盖美国的所有过错 而李兆兴却严肃地说道 如果仅仅用一句错误 就将此事掩盖而过 单方面认为 就可以不负责任 那北约方面 一定是低估了 我们对此事一追到底的决心 而当乔治威尔在谈判中 给李兆兴布置陷阱时 李兆兴却巧妙地反问道 你怎么解释 多媒精确制造导弹 会从不同方向 准确命中中国大使馆 正是在李兆兴的距离力争下 美国最终逼的正式道歉 赔偿 此外 李兆兴还公开训过日本外交官 2006年 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权纯一郎 再次参拜晋国神社 李兆兴第一时间 就将日本驻华大使 龚本雄二叫到外交部会谈 龚本雄二对李兆兴十分恭敬 然而李兆兴对他很不客气 直接质问他 日本首相残拜晋国神社的事情 其前 龚本雄二妄图为自己辩解 却全被李兆兴无情驳回 最终 李兆兴还是不忘记提醒龚本 要将自己的话 原原本本汇报东京 10.杨洁篪 在李兆兴现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后 杨洁篪就被任命为信任的驻美大使 2001年4月 中美撞击事件发生 美国总统小布什 屡次在白宫发表讲话 表明了美国的态度与立场 给中方施压 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人质 作为驻美大使的杨洁篪 在得知此事后万分愤怒 在第一时间 严正要求美方做出解释 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与形象 他在一天之内 次次奔走于美国国务院 国会与中国驻美大使馆之间 要求美国总统 对此事进行公开道歉 此后 杨洁篪还动用媒体的力量 在媒体上 对美国的行为进行严肃指责 当杨洁篪接受过媒体采访之后 美国人民赞同美国政府道歉的比例 大大上升 在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之后 杨洁篪也始终奋战在外交一线 为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付出 不懈努力 2021年 杨洁篪对澳门的美国外交官 霸气回怼道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 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 通中国谈话 这一幕 也成为了我国外交史上的霸气名场面 就连美国人也习惯 将杨洁篪称为中国外交猛虎 11.王毅 2013年 王毅接班杨洁篪成为了我国信任的外交部部长 他自大学毕业后 就进入到外交部工作 是部里最年轻的处长 司长 副部长 在奋斗在外交线的40余年时间里 王毅一直保持着温润如玉 风度翩翩的气质 在国际舞台上 完美展现了独属于中国人的儒雅风采 多年的外交事务经验 令王毅处理起外交时 游刃有余 他的发言总是一针见血 金举贫出 展现出了一个外交官的才华横溢 在南海争端时期 国外媒体对我国产生诸多质疑 而王毅则霸气地回应道 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 而是中国人自己 请你不要再做出不负责任的回应 这番霸气的回应 无疑是为 饱受质疑的中国出了一口恶气 在面对日本政客有意外去历史时 王毅更是直接地发言道 70年前 日本输掉了战争 70年后 日本不赢再输掉良知 当媒体就南海主权问题 进行恶意提问时 王毅果断地回应道 历史终将证明 谁只是匆匆过客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凭借着自身丰富的学识 和随机应变得聪慌 王毅一次又一次 向国际社会 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魅力 展现了我国的大国形象 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 王毅就是当之无愧的男神 十二 秦刚 2022年12月30日 秦刚成为了继王毅之后的 新任外交部部长 他现年56岁 是继周总理后 最年轻的外交部长 此前 秦刚在外交部不同部门 有着丰富的履历 之前担任过 驻英国大使馆大使 以及驻美大使 还曾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是一名专业性极高的外交官 2022年 驻美大使秦刚 在节目上的发言 曾23次遭到主持人 布伦南的打断 然而他仍旧对此从容应对 并神色淡定地完成了 整个采访节目 再次产现了一名 专业外交官的素质 如今我国人民都在期待 这位年轻的部长 能够在中国外交史上 留下怎样亮眼的表现 同时众人也相信 在我国实力逐步增强的当下 我国的外交官 一定能在国际社会中 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展现中国的大国风采